我们要记住 祖师大德的教会 谭经里面六祖教导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个要学习 这句话现在我们能听得懂 为什么不见世间过 世间没有过 这是跟你讲正话 为什么说世间没有过 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 你记住经上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他哪里有过 那过从哪里来的呢 过是从我们自己 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的反应 里头有妄想分别之主 这个就是过 所以古人讲啊 行有不得返求助己 这个道具有道理了 过不在外的在自己 我只要把心态修正过来 跟祝福菩萨一样 你就看到世间没过是了 你就入了佛境界了 你就过菩萨的生活了 你就过菩萨的生活了 哪有过呢 恢复到我们正常 正常是什么 正常是亲近心 能大师告诉我 何其自信 本是亲近 亲近心是你的正常 你心不亲近 不正常 你有病了 有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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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得了 没有病了